然后另外一个图片有点小对吧 我们这个图片应该是我记得是大小是多少的 就是大小啊 我看一下这个当时设的这个图片大小是多 应该专门的还设置了图片大小 要不然他这个就缩的比较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应该把它设成50我们直接去调整一下 在这个 咱们那个刚才写的那个关了吗 在这里是吧 我们动态把图片大小也要设置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资源文件设了之后 把它的这个大小也改一下 动态设这个图片大小怎么设 我们先找到那个方法吧 MRIV.Jet 先不用这个 要不然我们先把参数形成的设定 我觉得用这个线上去 还是那个 参数 我们传这两个对不对 还是这两个是吧 直接传成 因为那个图片大小是50x50 我们要传成50x50 哦 这个 这点 再把这个弄出来 我们 遗漏 50x50的这个参数 之后呢 我们要设置这个图片了 这下就可以设置这个图片的这个 参数这一项了吧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还要再多设一下 设什么呢 是它的这个roll plan 我看看是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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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M16的它这个缩放的 按照XY轴这种缩放 这个缩放 它这里边有个长辆 你看中心 什么开始 咱们就按照这个XY 这个看到还 这点没打了 我们把它的这个高宽 什么这个缩放 这些参数给它现在设上之后 给它指令一下大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像 好 这应该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吧 看起来两个基本上就已经一模一样 是吧 但是有个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了 在这里边我们看不到 我们这个 是不是选了和这个东西 后边背景和它 和你现在这个主席这个样式 文革很不贴合 难看吧 这个 这个改它这种背景或什么 可以通过什么东西 还记不记得 selector记不记得 背景选择的记 哦 那个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来回啊 我们这个 突破了这个布局对吧 这些都给设好了 间距这些什么都有了 然后adapter 这也有了 对不对 自定义adapter 对吧 然后现在 greater will 这里边这些也有了 最后就是selector selector 设置 设置什么呢 我们来 自己生命的selector selector selector 就是要 哦 这里边 我看这个selector 我在这里边已经有了 是吧 我之前 已经放进来了 哦 还真放进来了 但是这个 我们 这个呢 就可以 用这个 我们刚才还是来 自己手敲一个 自己手敲一个 完整一点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给打开一下 好 我们下面来 自己手动 还是手动 写一个背景 选择器 第一个 这个开头 这个哦 我还是得给 我还是复制 复制过来了 开头这个 挑了还比较 比较难 直接把那个 fm2 复制过来 嗯 用selector 开头 对啊 这个应该还有印象 一点印象也没 有 这个不应该直接像 就不知道 selector 对不对 然后xml 这个 这个我也复制过来吧 这个也挺长 挑起来比较麻 这个是它的命名空间 就是出来了 好吧 这个是等一下 看下 不知道 怎么定义呢 我们来看下 我们来看下这个 注意一下 它里边的几项 它这个属性 有这几个 比如说 分为选中 获得焦点 还有点击 对吧 在点击模式下 是它应该显示 什么背景 对吧 选中的情况下 什么背景 或者获得焦点 情况下 是什么背景 对吧 它有很多种 甚至它还可以有组合 你比如说 焦点为处 然后这个点击 点击也为处的时候 是什么 非触摸模式下 获得焦点 这个你能理解吗 什么叫非触摸模式下 获得焦点 对 获取焦点 单击 对 比如说 用个类似于那种 回着过什么 把它给压下去的那种 所以说 它这上面的组合 有很多种 你可以通过 不同的组合来 控制它 比如说像这个 触摸模式下 焦点为force 然后下压又为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你 根据自己 实际的需要 就是去 做它这个组合 就可以了 你记着 有这个东西 具体它那个组合出来 到底都是什么 功用或者什么 这个在这里边 就不讲解了 非常详细 因为它那里边 选全部组合 还是比较多的 咱们就直接 组合出来之后 实现咱们能要的 这个效果就可以 好吧 首先定义一个 这个item 对吧 然后要定义 它那个 哦 我这里自动提示 也没有了 看来还必须要 一点点 敲了 啊 S S T A T E 是吧 N D N D Y D 这个 笔记本的键盘 用的是不舒服 就这样 老是漏 我瞧STAG E P R E S D 这啥意思 这个是 这个是下压 对不对 应该是下压为处吧 嗯 这个 只放一个就可以 同时我组合了 实验 因为我这边用了 用又用了 这个 它也没有那个什么 没压 就没有 对 也没有 也没有键盘 所以说你这个 如果 其实我这个 还不是说非常标准 如果 按照你正常的 这种情况 应该 把那种 有键盘的 没键盘 手机也都找出来了 是不是 挨个试试 我还没有 非常详细的 做过这种组合 你知道吗 在这里 这个Shift 下回 Shift这个 知道是什么了 还没用过 是吧 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用背景 咱们平常一般 所知道的 那个背景 一般都是用图片 实现 或者什么 但是安卓里边 提供了这个 Shift这种标枪 它能够帮你在 后边的背景 自己帮你 就是 通过你这里边 设定这种属性 自己帮你 画出来 你不就不用自己 去非要去弄一个图片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灵活的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的这个 定义里边 它定义有很多种 甚至可以搞这种 什么渐变的颜色 对不对 一开始是 比如说 浅蓝 后来是深蓝 这种颜色的渐变 都能在这里边 帮你制定出 你知道吧 甚至渐变方向 开始颜色 结束颜色 你看到了吗 它都能帮你 你想画圆角 有了图标 是圆角图标 不是那种正四方形的 有棱有角 不是有点难看吗 对不对 甚至它这里边 有角度 看看 这个康尔 这个不是角度吗 画圆角 咱们在这里边 就可以实际的 试一下 看看它这个效果 我们首先定义出来 这个方块 这个图标 对吧 然后呢 呃 我们把这个角度 给定义 应该是CORNDR吧 还是看一下 这还是有点 计不太清楚 我们把这个 直接挪过来 用 这不是水平调 挪过来改造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不是角度吗 我记得我应该是设成4 是吧 设成4就这样 然后这是 首先把它这个方块 设成这个圆角 对吧 咱们这里边 呃 其实是还有一个 渐渐色的效果 而不是说全纯 纯栏或者什么 但是现在 呃 没开那个什么 有点不太方便 看到 我们直接坐出来 看算了 啊 把这个也就打出来 这个渐变色 这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渐变的 这个 看 这个 他这个提示 真的是很不智能 现在弄了之后 现在搞了连提示也没了 我们来定一下颜色 呃 我这上面定的应该是 从 从浅蓝到深蓝 开始颜色 对吧 这个一看单词就能知道 对吧 嗯 有开始颜色就有结束颜色 就是在渐变的时候 你的那个提示颜色 结束颜色 这种渐变 你要把它设定好 渐变应该咱们设置 深蓝浅蓝 对吧 我这里边 我直接 稍微写下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看还有一个 像是什么 还有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 它的这个意思是代表 从哪个角度开始变 知道吧 你设个什么180 啥啥啥 这些都可以 但是它这里边 有一个要求 必须 我记得是 必须是45的倍数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两个180 你旋转之后 把它整个旋转过来 应该是260了 但是我记得 我设了260 不行 就报错了 它告诉你 必须是45的 整倍 我就把它设成 270了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然后 先把它存一下盘 保存一下看看 是不是这个效果 然后 设这个效果 要怎么设呢 我们来看一下 把那个 应该是在这上面 设它的这个 selectory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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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选择器 给它 这个属性能设置上 我们刚才这个叫 IAPB 就是这个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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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是不是有这个背景 然后我们点一下 看是不是有了 这就跟他的背景比较贴合了吧 但是我看应该是跟我设置的那个还不是非常完全的一样 这个就可能需要做一点微调了 但他大概的样式基本上就这样 可能一些高宽或者什么也要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贴合的不是很紧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设置的这个选项 这个有点点不太好看 我看我这个文件里边应该是把他的这个 比高低这个也设一点 这个底和顶的这个间距也应该也设一点 我们把这个南包的item里边 或者这个tags的这个上下的这个间距也给他设设置一点 这样的话好看一些 所以说这个布局这个东西 就得一点两个微调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这个设top top这里是5dp 然后这里边的 它挨的比较挺好看 这个应该是还有一个底 这个属性的十字弹 底也是5dp 就是我刚才敲的时候 一漏掉了没往里面敲 这个效果也不太好看 这现在就好很多了 它高低 高低 它立它有一段距离 高低有点强 看到了吧 这应该就比刚才那个好看多 刚才压的比较死比较扁 对吧 这时候我们来看基本上就一模一样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这个 主框架 我们来看一样 我们的这个 主框架布局里边的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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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这个作用 对吧 Trom的这个作用 在程序里边如何 如何 运用它 我们这个已经实现过了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 包括如何实现一个九宫 九宫格的布局 然后利用GraderView加Adapter 实现它这个数据员的这个加载 然后另外一个这一项呢 就是利用这个Selector 把它这个背景选择器给使用起来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课程就先上到这里 明天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往下走 把咱们的这个封装自己的这个 上下的这个Sleater 太高这个框架 大家给完成 好啊 好